现在天气凉凉的, 试试炖一个羊腩煲 这里有450g左右的羊腩, 雪藏的, 解冻洗净 其他材料, 这里有几粒马蹄, 刨了皮就用水浸, 否则就会变色 然后有冬菇浸淋, 然后有枝竹, 这里有竹蔗, 很少的, 几折, 有一块果皮浸淋 这里有些糖芹, 有些蒜, 硬的头顶和底的 这里用半砖的南乳, 有砖半岛的腐乳, 然后用柱后酱 另外这里有几粒蒜头, 干葱头, 然后有些姜片, 另外有两块香叶, 两块八角, 有少少冰糖, 材料都几多 我们先处理羊腩, 煮滚了煮水, 放少许酒, 让它变成酥味 现在将羊腩出水, 现在出水煮了几分钟, 夹起它, 然后再洗一洗 然后晾干水, 夹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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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起它 现在要做个酱, 这里有半砖南乳, 砖半岛的腐乳 你自己可以调教的, 喜欢辣味的就多些, 然后这里有柱后酱 我这里, 拿了两匙斤, 然后, 放少许酒, 拌均匀 拌均匀, 夹起它, 夹起它, 夹起它 现在我们烧一只锅, 让油进去, 我现在先煎薑片, 先煎香 那些姜呢, 如果你洗干净的皮, 都可以不用批皮了, 我今次都没有批皮了 现在就先煎一下, 煎到的姜呢, 有点凶凶的, 现在闻到很香的香味呢 那其实可以了, 现在呢, 放在红葱头, 和蒜头, 再爆下去 然后呢, 将我们的大蒜呢, 头顶, 硬身的那些呢, 放进去, 一齐爆香去 之后呢, 就将我们的糖筋, 一齐爆香去 那, 爆香了那些材料之后呢, 现在放我们的酱汁了 那这个酱汁呢, 现在又要爆香去 那些酱汁呢, 不能爆香去的, 现在呢, 爆香去的时候呢 现在呢, 爆香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将我们的羊腩呢, 爆回来 那现在呢, 就兜了 将那些酱汁呢, 就尽量呢, 和那些羊腩呢, 就可以拌在一起 那些酱汁和那些羊腩拌均匀之后呢, 现在呢, 放少许酒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放水了, 那我们呢, 刚才呢, 浸冬菇和浸果皮的水呢 都不要浪费的, 那一会儿可以放在一起炆 那现在呢, 我就放少许酒水先 现在呢, 就浸起来那些草汁呢, 我们已经已经浸到那些材料就行了 那我就现在呢, 就不放那么多, 我们放那些冬菇水, 还有那些浸果皮的水 加入果皮,竹蔗,馬蹄,兩塊香葉,兩粒八角,還有少許冰糖 這樣拌勻,這樣就炆了 基本上要炆一小時才夠軟 過程中要炆半小時,關火,蓋住蓋子,不要開蓋子,焗三個小時 這樣重複做兩至三次 現在蓋蓋子,炆一下 炆了半小時,焗三四個小時,做了兩次,大約炆了一個小時 現在我先夾起蔗蔗,蔗蔗吃不到 攆開蔗蔗之後,把冬菇把冬菇放在裡面 把冬菇和大蒜煮熟的部分 倒炆後,再加一點脂粽,現在已經不下了 现在炆了三多个字 等冬菇淋 就可以加入枝竹了 下了冬菇 炆了三个字 现在要试一下味道 看够不够味 我试过了 加少许盐 喜欢可以加少许蚝油 最后把枝竹放进去 煮到枝竹淋 就完成了 现在再煮一下枝竹 再看看 枝竹淋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再放在锅里 拼着来吃 就可以加些山菜 这个羊腩煲就完成了 还有可以做些 腐乳酱来点羊肉 那么把枝竹放进去 拿着 再多